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选手分别是见到陈兴 以及无章马鸡 因此欧洲任定生选手和菊耀金选手直接进去的主赛 对于两名选手未能到场比赛一事 我们深感遗憾 只因两人未能到场可能是我们临时换场地所致 对此 我们只能在这里跟两位选手排不适了 还望二位选手海涵啊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二轮组第一场的精彩战斗吧 首先是鬼魅之刃对战辽园迷豆子 本局由廖园女斗子获得胜利 接下来到廖园 龙啸战思思 对局一开始 龙啸直接就是一招锁链袖 控住对方 随即使出了天帝袖 消耗了四肢一股血量 这一系列操作后 四肢血量也是降到了约梦半血之多 龙啸接着又使出唯快不破 可谓是智如破竹啊 见其一身法大掌 五肢只能无奈骨弓 那之后 龙啸再次打出天帝袖 这让四肢的赢面又少了几分 四肢这里终于是命中了龙啸 可惜伤害并不可观 随之而来的又是龙啸的锁链袖 四肢的情况不妙啊 果然这一袖分出了胜负 恭喜燎原龙啸 紧接着 对局来到了影仙范邪君对战兵狼西斯 首先 西斯选手进场就是一招化工大法 花去范邪君三回合功力 范邪君见后决定释出蛤蟆超杖 控制敌方一回合 跑杀却化工回合数 哦 范邪君这里开启了药品篮 看来是决定放手一搏了 有了 吃的是正极荆棘丸 此玩功效为反伤30%近战伤害五回合 看来是范邪君自身 难以运中对手 决定已经自动吗 再加上自身蛤蟆弓反伤 却实施个好主意 逃过花工回合后 范邪君对西斯使出了擒龙弓 紧接着 西斯吸了一口魅力 恢复状态 范邪君这里使出了力士大川 可惜没击中对手 开了范邪君一掌 西斯再次吸了一口气回去 看来是打算玩消耗战术 范邪君总算是开启了蛤蟆弓 可药效也已所剩无几 西斯再次使出吸星大法 范邪君内力虽多但基本消耗下来 竟寥寥无几 西斯果开一招子弓后 就给范邪君中上了生死符 范邪君再次打开药品栏 这回他打算吃什么药呢 是不灵意气散 可是以范邪君的内力来看似乎没有作用啊 因为死的功效是降低内靠 看来范邪君 应该是误以为此药会持续回内力了吧 西斯选手在交战一番后 仍是近乎无伤的状态 而范邪君的状态则是颇为堪忧 范邪君打开了药品栏 似乎有意再次使用丹药 西斯毫不手软 只出了一招化弓大法 这下范邪君怕是要搬下阵了 范邪君犹豫了许久 终于还是使用了绝品纯身丹 西斯选手剑子丝毫不慌 一招六阳融水 朝范邪君拍了过去 范邪君抬起了蛤蟆弓 随之而来的是西斯选手种下的生死符 范邪君居下车招后 使出擒龙弓硬生生抓住西斯选手 这使西斯受了些轻微内伤 必胜大川命中西斯了 这是打出抗龙有鬼的好机会 西斯刚刚吸了范邪君的内力后 仍是又使用了化弓大法 哦 范邪君这里蛤蟆真气不知不觉也接近十层了 要知道敌了十层之多的蛤蟆冲撞 其威力绝是不可小觑 范邪君能否出其制胜呢 西斯这里使用了五级灰布零药一颗 看来范邪君的计划要成为泡影了 西斯随后又使出六阳融水 击中范邪君 此时 虽说范邪君已经存满十层真气 可他自知此招一出 或不能一招制胜 做自己定量以失败修场 西斯这里再次吸走范邪君内力 而范邪君这里也已拖至极限 好若再不释放蛤蟆冲撞技能 则使用真气战至盖尽 范邪君的绝品生生丹药效已过 相信几周之内变得合之水上谁败了 六阳融水 化宫大法 这一化 还是胜不一定了 西斯选手无情的技能衔接 让范邪君的状态变得不堪入目 这下范邪君也只能坐以待地了 可惜了呀 最终本场比赛由西斯选手获胜 紧急半决赛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场半决赛 龙月夜 皮脸 烙元一心 两位选手分别用的是流星蝴蝶剑和飞雪剑决 队局刚开始 月夜就被迭雾飞天 大幅度渲弱了身法 月夜随即开启三花与提升自身身法 一系接着开启技能三花 对月夜选手来说此举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随后 一系释放技能流星飞坠 一下便把月夜血量打掉四分之一 来了 月夜开始了她第一次的反击 纵身一跃 扭头就是一招雪花溜出四向一息 接着两人开始了普攻之战 一息突如其来的迭雾飞天 打破了普攻交战的瓶颈 这也让本来状态上好的月夜开始节节带退 月夜多次普攻 可是都惨遭对手闪避 两人经过一番周旋后 月夜选手的内力也然消耗殆尽 好在太白竞在围急关头 触发了回内的BUB 这才让月夜选手得以使出技能悬兵护体 刷起剑气 来了 凭内号雪花溜出被刷出来了 不过可惜两人将不经验大有所别 因此未能命中 最后一息选手使出了技能迭雾飞天 完成了胜利的收场 恭喜恭喜 现在让我们看看半决赛的战况吧 首先 是欧洲任务生对战要远迷豆子 平生获得先手 一来就把生死服中到对手身上 随后还接了一招六阳容雪 不不紧逼 而迷豆子 这里则是选择心智回血 保留实力 平生使用技能暗杀跳过一回合 想来是要让迷豆子体内的生死服发作吧 这里平生吸了一波迷豆子的耐力 迷豆子倾框开启了三花 试图躲避平生选手后续的攻击 此举确实奏效啊 随体就躲开了平生的骨弓 接下来直接就是一招 胖龙又会打上平生 平生则是选了一招 廖洋容雪还手 生死服再次被触发 迷豆子眩晕一回合 平生吸一口气后 随之而来的是迷豆子的立射大川 平生回过神来 直接对其使出一招化弓大法 又有了一招受死服 迷豆子 这里略显不停之态啊 啊 平生用完一招接一试 打得迷豆子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最后平生打出一场夺得了本场胜利 底下来到了半竹赛第二场 有料人龙啸 VS 菊佑金 龙啸首先取出一招锁练秀先发之人 可惜未能命中菊佑金 菊佑金则是一招普攻试探命中 龙啸马上又连了一招天地秀 菊佑金血量瞬间损耗扣半 菊佑金也四季打出了绝招 三千事件 两者丝毫没有懈怠 又是龙啸选手的看家本领天地秀 菊佑金此时血量更是堪忧了 狩炼秀又来了 菊佑金选手使用丹药了 是绝品生身丹 龙啸这里也马上使用了一颗 绝品生身丹 而随后菊佑金飞幅向前砍了一击苦攻 龙啸再次使出兵力秀 可是这次伤害却不是那么高 而同样菊佑金的三千事件 对龙啸也没有造成高额伤害 此时菊佑金选手陷入了一番沉思 哦 菊佑金使用了绝品三级眼药 生法应该大有增幅 龙啸随后又是一系列的连招打向菊佑金 两人之后开始了普攻大战 突然菊佑金脚往后一蹬 就使出了绝招三千世界 龙啸见此反手 就给菊佑金来了一招天地秀 然后又是锁炼笑 此刻菊佑金的绝品生身丹要效已过 菊佑金见自己大事一去 转身就要溜 奈何龙啸熊追不舍将其抓回 随即不使一招天地秀 齐向其方 菊佑金接着使出了绝技三千世界 呼向龙啸 龙啸最后使出关系一招所变秀 终结了菊佑金选手 很快的 地赛就已经到最后一场半决赛了 本局轮到辽元翼对战冰狼西斯 一吸这边 开启了三花 西斯则是使出技能化工大法 不过不幸没能命中对手 一吸随后使出流星飞阵 G级对手 西斯转头就丢出一招生死狐 可惜被一吸选手躲掉了 哦 起到了 西斯选手吸走了约魔一千多点内力值 不过一吸选手带的是九阳内功 内力回复可说是源源不断 不妙 西斯选手这里有连你地buff 而一吸这里则是由双buff加持 可以见得一吸这里似乎略胜一筹呢 西斯这边再次空了技能 一吸则是继续无形追击 西斯吃药了 是生生丹 又是蝶舞飞天 流星蝴蝶剑刺激着实烦人啊 有了 西斯这次受死狐 命中对手 在有点连你对buff的情况下还能命中对手 仍是出乎预料啊 一吸开启九阳护体 而西斯则是随即一掌六阳融水拍了过去 却被一吸闪避开了 一吸的内力快要被耗光了 难道局势要逆转了吗 看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一吸这里九阳弓修为颇高 内力看起来还是足以攻击的 两人僵持着了 不知道是在干嘛 西斯终于动了 一招普攻打向一吸 不过仍旧是被他躲开了 哦 西斯这里用了药品 是绝品三级眼药 生死狐再次目中 可是西斯选手状态目前是处于练势 究竟本场胜利会是哪一方呢 西斯选手续展猩猩大法 双方现在的状态不增上下 石化风大法 真是关键一画呀 这样 尖水能够通到下一个技能冷却结束 无妙 西斯这里血量太低 恐怕是要战败了 石仙被洞飞打出来了 似乎还有反弹为胜的机会 没想到啊 依西竟然击中了逃脱状态下的西斯 获得本场赛 恭喜依西选手晋级决赛 终于来到了二轮组决赛 最后的三人大战 究竟陆子水手呢 我们立刻来看看吧 三人各会与另外两人各进行一场决斗 从而分出胜负 首先 由辽原龙啸对战辽原一席 龙啸开局显出了一招锁练秀 碰住了一席两回合 最后就接上了天地秀 技能释放可以说是相当老练 被消耗了一帮后的依西 也开始了他的反击 使出铁武飞天 又将其对手伸法 无料技能没有命中龙啸 两人紧接着又是各种缠斗 几回合下来 一席这里的血量早已变得不堪入目 一席见自己状态欠佳 只好吸一口气 回复继续 哇 一席选手逃过一斜 然后两人又开始了不光顾 奕米打中了 可是依西的情况 仍然不是很乐观 依西这里打空了技能 没快不破果然了得 奕米也没法降低其威力 最后 料园龙啸一扎天地秀 终结了料园龙啸 接下来是 欧洲任平生 一战料园龙啸 本局由欧洲任平生胜出 最后 来到了二人解决赛 最初的较量了 由欧洲任平生 对战料园一心 平生上来 就立刻施展化工大法 让一席错步机防 最后又丢了生死服 紧接着就是吸星大法 一席一连三次 被三个技能击中 显得有些狼狈 平生这里迟疑了一会儿 像是在掂量着什么 来了 开始出了技能暗杀 最后又用了六阳 容血追击 一心也不坐以待毙 即刻开启九阳护体 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 平生就一张吸星大法吸来 一心最后开启了技能三花 先一心三花九阳护体吸开 平生也是心生气弹 只是默默吸了一口气 这时一心选手使出技能点五飞天 周围的命中终于出现了 可是好景不长 转眼间一心又被化工三回合 一心再自吸气 恢复血量 平生这里则是又丢出生死毒 如此中而复始 一心怕是会犯下阵来 一心算是熬不住了 终归还是吃了药 吃了一颗 绝品收生单 面对如此局面 平生只是泰然自若地继续输出 双方继续了泰山北斗之战 哦 又来了 切化工大法 请先生 又是吸星大法 平生这里技能真是用不完呢 还没等一息反应过来 平生又出了一招六阳容血 一心这里终于是熬到了能够释放技能的机会 一阵思考过后 立马开启九阳固体 但是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暴打 一心这边要效已过 此时战局再次陷入紧张的气氛 一心许时代发 一招游心飞坠 狠狠刺向平生 在躲过一招普攻后 马上就使出点五飞天 预限制对手说出 奈何平生还是能够击中一心 一心前面才吸了一口气 后面又中了一招生死服 哇 来了 两人战斗过之三十一回合 几统发复加持也随之而来 一心这里再次出了一颗绝品身身单 平生这边也终于吃了一颗绝品身身单 之后两人又开始了技能普攻大混战 目前二人看上去 只不分国咒 哇 平生选手一招六羊如雪 瞬间把一心选手打残 两人实力都不容小觑 但是似乎快要奔出胜负了 平生这里 最后打了一招暗杀强化的普攻 赢得了本场对局 由于欧洲任凭生战胜料源龙象 以及料源依稀 因此他夺得了二轮组的冠军 让我们共同小博冲冠 比赛已经进行了尾声 那么影仙教 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吗 影仙教想对大家说声谢谢 对于大家的参与 以及优劣的支持 我们由衷感谢 希望本次举办的影仙杯 让大家有良好的体验 未来若有机会 我们也会继续举办类似的比赛 对于本次比赛考虑不周全之处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经过本次经验 相信下一届的比赛 就能有更好的突破 此外没有混成的选手 也不要欺慰 大家一起努力变强大 这样 将近在未来 有类似的比赛举办时 就能够顺利活跪了 在这里 我们要特别感谢 三位大大赞助本次比赛 如此 比赛正式圆版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届比赛再见咯 大家拜拜 那年有蓝天飞霜 你的手掌 曾我心头一片温烫 降临第一场春光 前世今生如何难忘 未曾想 这心一字多么长 后来是故乡 敲开放 从此天各一方 渐行渐渐渐一半 心事应一阵过往 一阵荒浪梦太长 阳看似月光 当往事复生火 忍入梦 中心事应一阵上 正式